变形金刚之、粉碎和反弹球 这两人都是霸天虎中酷炫的三变金刚 其中粉碎可以变形为钥匙喷气战机 和普利茅斯卫星跑车 她也是为数不多的女性霸天虎战士 战斗力和智商都非常在线 反弹球可以变形为镖枪肌肉跑车 和眼镜蛇武装直升机 她和粉碎是一对残忍致命的搭档 不过她的智商和战斗力远不如粉碎 所以通常都是粉碎发出命令和指挥行动 反弹球则负责去实施 两人为了逼问晴天柱的隐藏地点 将飞过山抓起来言行拷问 眼看飞过山是此不从 残忍的反弹球直接一刀将它劈成了两半 他们来到地球后找到军方要求合作 人类为了探球变形金刚的科技 便同意了霸天虎的要求 于是两个霸天虎通过卫星网络 找到了提前来到地球的大黄蜂 并将大黄蜂抓起来一番言行拷打 反弹球无意间打开了大黄蜂身体里的通讯系统 得到这一重要情报的两个霸天虎 决定利用地球的卫星向霸天虎大军发送信号 关键时刻大黄蜂赶来 使用机炮干扰了正在发信息的粉碎 随即他命令反弹球下去对付大黄蜂 两人在贴身格斗上基本五五开 但反弹球的智商却有待提高 大黄蜂在战斗过程中 可以灵活变换自己的形态去攻击目标 反弹球健壮也打算效仿 从机器人变成跑车再变成直升机 利用空中优势来消耗大黄蜂 大黄蜂抄起一根铁链扔向了直升机 反弹球被铁链缠住被迫开始变形 眼看自己的好搭档死去 粉碎只能亲自出马 明显他比反弹球和大黄蜂都要强壮 很快便轻松压制大黄蜂 就在他准备致命一击时 大黄蜂一发加农炮打到了后面的大巴 趁粉碎准备逃跑 大黄蜂将其紧紧抱住 一艘巨轮朝着他们撞击过来 原来大黄蜂想要和粉碎同归于尽 不过在撞击的瞬间大黄蜂掉入了水中 而粉碎来不及逃避 直接被巨轮撞成了戏巴烂 可惜这两个又帅又强的三变金刚 在主角光环面前也不堪一击